以结果论而言,雷广雷霆管理层近些年的操作确实是很糟糕,但那毕竟是去后诸葛亮了,就个比较易当时而言,雷广还是相当优秀的。 今年夏天也不例外,在经历了一个无比失败的散戏之后,所有人都认为雷霆三巨头会走向终点,乔治,安东尼势必双双离开。 但最终,依依只想加盟胡元的乔治留在了雷霆,这其中管理层做出的努力是我们看不到的。 欲求对体系格格不入的安东尼,换来了正在当打之年的施罗德,一年240万是约老将费尔顿,三年2700万留下汉项德兰特,两年350万补充的第二内线诺尔,不论是交易还是签语,雷广的操作都是A加级别的。 可在这优秀的操作背后,雷霆最大的短板却仍未弥补,甚至还扩大了,威霆和乔治率领的先发以及施罗德带队的替补,雷霆是不用筹进攻发起的问题,和谁来终结,尤其是中院距离的投篮,来看一下雷霆主要外线的三温球命中率。 以上各赛季,威霆和威少,30%,罗伯森,22%,施罗德,29%,格兰特,29%当,这次为大神投三分的时候,雷霆球迷必须提前做好2121的心理准备。 当然也还有几位是过得去的,乔治,40%,菲尔顿35%,阿布里内斯38%的随着施罗德的加盟,菲尔顿的出场时间必定再度削减,而阿布里内斯的出场时间也不过15分钟,场局贡献也仅仅4.7分。 他的出场顺序远不如格兰特,也就是说,常规时间基本,就乔治一个人的三分高看到,虽然雷霆的防守阵容看起来无比强大,大篮球毕竟是一项以最终得分,来衡量胜负的运动。 而现代篮球越来越依靠三分的打法也让雷霆看起来格格不入,西部豪强勇士,火箭,胡人,再说蹄胡,开拓者,哪个队不拥有自己的射手去? 因为有射手,才有空间,才有威少,乔治的突破分球,不然,威少还得沉迷单打怪圈,几次突破传球后队友的外线不忠后,威少敌会选择强土, 而对手的防线则越缩越小,假如雷霆不能在剩余的时间里,或者赛季中心补充仪的两名靠谱的投手,那么新的赛季他们很难与勇士,火箭等对抗衡。